Hello 我叫Yaki 我們今天會講一些電腦的技術 你見不見有些東西弄得這麼漂亮的原因 就是因為曾經有調校過的 為什麼一隻滑鼠可以有這麼漂亮的顏色呢? 因為就是有經過調校的 我會用到 在滑鼠上面 接著在相關設定 調整滑鼠與游標大小 原本人家是這樣的 原始是這樣的 但是為什麼可以變成這樣呢? 就是我自己調橫色 現在調什麼顏色都可以 在你的顏色盤內 還可以自己選擇 這樣也可以 這樣就調校了 一個游標 可以有大小可選擇 而我們這個課程呢 會有大約需要使用20分鐘 但是可能有機會有大有小的 最遲遲5分鐘的走斬 例如這個時候要用到這麼大隻 例如教書那些 就要用到最大的15 那我建議一般使用就不好了 這隻滑鼠 因為太細大 會阻礙了視線 為什麼會阻礙視線呢? 無論怎樣收起來 都收不起來 這隻滑鼠 大家收起來 試一下看youtube 如果教大 你猜會 presume 好嗎? 搜尋東西都不方便 它只要一個滑鼠 大約佔兩行 可能你不想按錯 按好第二個 所以我們最好用小一點 因為我現在又不是說 真的可以教書 才用這樣放 那麼我們 為什麼會說收不到的原因呢? 因為它只有兩個方向 可以收得到的 是右邊和下面 如果你用左邊和上面 是只可以頂盡的 右邊就可以收到下面 也可以收到 左邊就收不到 上面也收不到 所以有些不方便 就是這樣解釋 你現在抹闊的東西都會這麼大 好 那我試試觀看 宣上這條影片 看如果我試試放一隻油錶 在這裡 看它會怎樣 是要不要 可以收到的 小明星的 我會不會用他們的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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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朋友看着 快到了 孩子 突然 unning observers 大 我的 眼睛 大 怕 か multitude 人 哈哈哈 哈哈哈哈 Somebody's having fun 哈哈 那就很妨礙了 剛才如果你這樣看 因為它有隻滑鼠是大的 那不要再大一點就更加 更加左位 越大就越左位 所以我們家庭來說 用5號就好了 那我們先說一下 劍 那為什麼我的背景可以這樣做到這樣呢 因為都是很個人化喜愛 為什麼可以動呢 因為是幻冬片獸 幻冬片就是一張一張開 你可以再給它一個詞 近義詞就是 投影片 都是類似幻冬片這件事 如果是圖片的 就是一張圖片不會動的 純色就只有藍色 幻冬片才會動的 那我怎麼可以設一組相片 就是我自己自定起來的 就是會改的 就是會改的 然後 這個檔案內的東西 會循循循環環的 然後就是這樣 會循循環環的 而鎖定畫面呢 都可以做幻冬片獸的 都可以做幻冬片獸的 那適合了 現在就可以教醒你了 用一組相片 用一組相片 就是這樣 選擇 然後鎖定 就已經是這樣 這樣可以隨時移除 即是說你不要 那還可不可以再改那些呢 色彩方面自己選 那為什麼Windows是通常藍色呢 例如 Ctrl加Alt加Delete 那什麼色呢 藍色嘛 還可以用第二種色的 可以用 例如紫色 變了 都可以 日落橙 它可以變化很多種顏色的 還可以自己加 用一條色盤 什麼都可以做到的 那如果色彩改變 你猜像藥 還有其他東西 一樣應該會改變的 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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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io就變成紅色了 不再學你那些用藍色了 全部會變成紅色了 全部會變成紅色嗎 即是說 把主題改成紅色 就會變成紅色了 哎 糟了 現在已經這麼快用了8分鐘了 那我教你還可不可以再教幻燈片的功效呢 那我教你還可不可以再教幻燈片的功效呢 這一點呢 我也想講完的 喏 為什麼我剛才會這麼快一分鐘後動呢 因為在這個數字上面 圖片變更間隔 上可選擇 一分鐘 十分鐘 那就長一點了 三十分鐘 即是半個小時變一次 一小時 即是現在直到十一點了 因為晚上十點 即是十一點就會變了 六個小時呢 凌晨四點它就變了 一日就到第二天的 這個十點 不是下午 不是早上十點 是晚上十點的星期二 因為今天是星期一 就是7月28 2020年7月28號 才會變成圖片 所以它可以隨得你選擇 其實選擇不選擇這個問題呢 我都覺得 已經是沒什麼用了 當你呢 當你呢 關掉了電腦 重新再溫過 那些時間會重新再計 過的 即是說你教三個小時 到一個半小時的時候 關掉了 關掉的 第二天就重新再計 即是說 是呢 會呢 又由第一分鐘開始計 所以呢 一天是沒什麼用的 所以一分鐘是最好的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我呢 尤其是喜歡Paperback 所以我就抽取了 一些 一些照片的 你應該呢 會在YouTube那個 自認速度看Paperback的時候呢 會看到這些圖的 這一條片呢 就要我大約在 明天呢 或者 晚一點呢 才有機會看到 因為呢 它需要時間處理 那其實呢 還有呢 可以呢 用報警主題的 即是說 選一些主題 那就一個報警主題 都可以的 那就變成一架車 一晚回來也就這樣了 電腦 我們變更價格為一分鐘 搞定 它還可以選一個報警呢 以什麼 寬度 填滿 可以選全螢幕 選擇你的背影色彩嗎 選擇你的背影色彩嗎 我又用自動色彩了 我又用自動色彩 就是這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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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為什麼這條列會變成白色呢 無緣無故又變黑色 那為什麼這條列會變成白色呢 無緣無故又變黑色 就用這個 就用這個 叫什麼呢 好像太久沒有用過 好像忘記了 啊 真的太久沒有用過 這個功能 叫什麼 叫什麼呢 想想一下 是工作列 那我們現在就沒辦法了 工作列設定 是個人化的 那你要什麼顏色呢 可能就要自己選 工作列 顏色這一點 顏色這一點 那我暫時可以選擇它 因為如果 顏色這一點已經不太重要了 它其實呢 應該是有白色和黑色可以選擇的 那但是因為 由這個太久已經沒有用過 可能 甚至乎已經忘記了 那用回填滿方式 啊 今天教你 工作列 工作列可以在左邊也可以 可以在右邊也可以 可以在上面也可以 也可以 四方可選擇 就是 左右上下這個 都可以選 但是如果一般的 來講 應該是用下的 就是說 很少人會用左和上和下 有啦 因為不好看啊 所以我們 就不可以 這樣啦 喔 真的那些東西都大了啊 那好啦 那你今天應該會學會了這個 這個叫做報警啦 又學會了這個叫做 工作列啦 那就是說 還有游標你都學會了啦 而我們今天想說的東西就是 觸控板 那一塊 觸控板 就是說那塊板 那觸控板 就是說你一塊 可以操控的 等於一個滑鼠 一樣是可以操控的 那為什麼會變成白色呢 這個 就真的 不知道 可能它呢 因為整個 的主題 改了 這個 應該就是 那觸控板呢 那觸控板呢 就有這一塊了 下面 但是如果你壞了的呢 就用不到了 而你都可以選擇觸控板 開不開啟的 就是說只可以設定滑鼠 動得 或者可以 兩度都動得 那 那我可能就要相關這個 Lenovo Vantage 就是說 我現在教觸控板 不用的 可以直接 不用 可以 教沒有觸控板的 其實 就是說 你那塊觸控板 等於是用不到的 這個叫觸控板 就是說 下面都一樣可以 但現在是因為 可能系統的關係 才用不 才不能教 總之 你可以有兩個地方 可以用到 第一個就是 這個叫做滑鼠 第二 就是觸控板 這一塊 右邊 你可以最多 用幻燈器 做不知 是無限的相片 由於 我們呢 我們呢 想呢 嘗一下 弄一下這張照片 想教你最後一件事 因為我說了 五分鐘之內 走散 還可以的 那我 我知道可以儲存在哪裏 那我知可以儲存在哪裏 做到一個幻燈片 做到一個幻燈片 另傳圖片 S 這一塊 不是輻射圖片 C 如果你是用複製的 就沒有儲存下 可以的 即是說 現在要另外傳取 另傳圖片 還可以設定背景 即是相片 然後你可以選擇儲存在哪裏 這裏全部都做幻燈片 還可以甚至乎改標題 那我就傳了檔 叫 那接著 就已經傳了入裏面 那你就見到 應該會多了一張的 就是這一張 就是這一張 那我試一下 就是這樣 都可以的 進南背景 那我們現在又要重新來套用過了 我看的 如果這張的 進南背景 我看的 好 不然我看的 沒有 不是 有 有 我需要重新重新的 那我就要重新重新一次 又要進去圖片儲存 電腦下載 那它才能更新 類似就是這樣 那好了 我們今天就說完了 現在就要 詢問一下你們 你們最近的家怎樣 我想你們現在應該都不能出街了 你們中秋節是玩什麼的 你們中秋節通常會在樓下燒蠟燭 但今年就沒有可能 因為有新冠狀肺炎病毒 是不能出街的 但是現在 令我們每個人都在家 還要有機會 現在每天 基本是100宗 而今個星期三 即是說 7月29日 會實施 這個叫做 限聚令為兩人 那所以呢 今年中秋 就沒有得好像以前那樣開心 乖乖地就留在家裡 就不用想著出去燒蠟燭了 好了 今天我要說話來到這裡 就這樣吧 拜拜